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请到了新锐作家雨萱 向大家分享新作 大家好 听说都是亲身经历 小声里面提到两位男主 雨萱最后到底选了谁呀 雨萱 老公 数学题好难啊 我不做了 笨蛋 看给你懒的 就不会嘛 写不来就休息会了 走 看电影去 嗯 还是表现对我好 那是 这天也我期待好久了 我猜雨萱一定会选暖男北上吧 嗯 他是挺暖的 想看的书又被抢光了 就你这猪脑子 还能看得懂书呢 对对对 哎 雨萱你 没事 我有办法 你可以参与微信读书APP 明园得指书活动 想看的书里面都有 我已经拿到我喜欢的书了 现在点视频下方链接 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哇 居然有我想看的数据攻略 你也喜欢这本 是啊 想和叔叔的女主一样 谈到美好的爱情 雨萱 嗯 你明天有空吗 有 有啊 哎 我跟你说 一会儿不准打扰我俩 知道啦 哎 雨萱 我抓一下特别好 我看你给我往哪儿跑 啊 哎 北辰 哎 雨萱别过去 太危险 哎 你别管我 咱们来点赞 你说得很快 他没放我 哎 我可以我 我可以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有这些也需要批改 雨昕的作业你全套差就行 不行 直接拍照发请你吧 等等 得嘞 明天我准完蛋 唉 刘老师 这就是你们批改的作业 雨昕 难怪你学习这么差 家长的态度一点都不积极 这都被你发现了 义务劳动不给工资动力不足 那起码你们也今天做家长的责任吧 批作业都是家长的责任了 要你们老师干嘛 你们 老师别生气别生气 上身体上身体 总算有个民事里的人 当务之急 您能教教我们如何高效批改作业吗 批改作业 首先要提高家长的技能 能多要做 雨昕 你又技能加码了没有 没呢 网速卡 你可以参与中国移动点亮2021暖春心愿端活动 免费领取游戏加速一个月VIP权益 另外我带一飞 老师 您接着说 能多用心就多用心 要以身作则杜绝电子产品 尤其是手机 呃 不好意思啊老师 喂 玩了吗 黎晨 你家雨昕老带我家孩子玩手机 要他持地下滑我跟你们没玩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明明就是我们一起上网课 我就说吧 上梁不正下梁歪 雨昕 你怎么回事 不是我 居然背着我们偷偷学习 诶 看拿去 假腻领带 谢谢贝胜哥 我教不了你们了 不经募无市长 而且对待孩子教育毫不上心 行了 我们也不需要你家 把自己的义务都推给家长 打着费责的名义 滥用职权偷尖少华 你就不配老师儿子 算什么呀 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 凭我是校长 凭教育局局长是我爹 凭我们有四百万粉丝的家长 能为我们撑腰 我已经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怎么总感觉雨昕和雨昕不太对劲呀 让我们恭喜 悠然龙胜品牌部经理 雨昕总 我喜欢你 个人的生日 也要快乐 雨昕怎么回事 还没给你补过生日呢 他最近会议多 过段时间也一样嘛 我们会的 悠然 他们怎么又在一块 雨昕不是在开会吗 他骗我 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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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师傅 我们走 雨昕 雨昕 雨昕你别走 你要我干嘛 你听我解释 我只是剧场工作 给我 雨昕 你能不能不要什么时候冷战 你不觉得很累吗 你骗我的时候就不累吗 我没有告诉你悠然眼赛 是因为怕你介意 如果真的怕我介意 你就应该和他保持距离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 他只是我的助理 你 雨昕 雨昕 方案全部搞定 才让我变得自卑又敏感吧 都搞定了 这次都不爱你 雨昕 我们别为这些事吵架了行吗 我真的已经很累了 知道了 雨昕 你手机落餐厅了 谢谢 你没事就先回来 雨昕 雨昕 对不起 我不知道我爸冤你 是为了相亲 相亲 希望 希望不要影响到你们的感情 雨昕 你听我解释吧 昨天昨天 我还会微信 适不见 我真的很遣 有心 一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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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一猫 一猫 一猫 夜晚 很救命 雨昕 超水 你一猫 好 我 Gutкой 踏到楼下了 去看看 这真神啊 背出鸡血也太好了吧 可这已经超出人类极限了呀 雨群 今晚喝鱼汤喽 好呀好呀 怎么只剩鱼骨头了 难道炸你这眼毛了 我猜也是啊 奇怪 南宇 你没事吧 雪 这 背出你干嘛 赶紧止血 小心发言 我去买棱袋 怎么感觉到你不对劲 这么晚了 现在是你呀 啊 北辰你大半夜躲这儿干嘛呢 你这是怎么了 我太饿了 吃点东西 可冰箱里只有生肉啊 你干嘛擦嘴 该不会 说什么呢 是 红糖 我最近工作压力大 想吃点甜的东西 你解解压 哎 等等北辰 怎么了 你看你面色暗黄 没有血色 肯定是收入糖分过多惹的货 这怎么办 你要不试试我最近一直在用的 偶类抗糖小白皮面膜 里面有经过科学实证 能抗糖去黄的独家成分 隔糖素 比之前多了4.5滴管精华 搭配这个钻纹弹力膜布 可以把精华压进皮肤里 敷上一片就可以减少脸上的暗黄 让皮肤白亮很多 真的 感觉白了好多 截压方式有很多 比熬夜透湿糖了 脸容易变黄 谢谢你了 我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黎大青 可能是我们太敏感了吧 嗯 不对 北辰似乎上次从蝙蝠洞探检回来 就变得很奇怪 哎 北辰 待着三天呢 这 大白天的道理睡觉 他最近的行为 也确实越来越像一种动物 这 要不我赶紧送他去医院吧 噓 噓 这打呼声 噓 好奇怪啊